他们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可以换位思考 我知道他们在怀疑什么东西 我就会说你需不需要帮忙 过去曾担任外商公司主管的戴娜 已经63岁了 仍然每天乐在工作 不够充满活力的她 几年前却因为年龄问题 被钱东家变相逼退 最后只能非自愿退休 要退休的前一年 我老板就 我部门的老板就不断暗示我 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要优退 其实你已经达到这个年龄了 你知道吗 他会给你一些新的工作 可能是你不太在行的 但是你想要待下去你就要学 你就要把它 你不但要学 而且你要学得很好 戴娜离职三个月后积极求职 但外商工作资历再丰富 也没有企业愿意禁用 幸好戴娜终于找到门市店员职缺 即使收入跟以前差了五倍 但他以调整好心态 重回职场再出发 我每一天都投 我有时候一天投十个 十五个 因为他有出来我就投 有出来我就投 就这样子 差不多一年半 我几乎完全没有讯息 我从这里学了这么多 我应该很容易 找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做吧 对 但是后来慢慢知道 原来年龄是一个障碍 台湾进入大缺工时代 但中高龄进入职场 似乎仍有看不见的高墙 人力银行针对上千家企业 所做的调查显示 企业不聘用中高龄 是否为只能做不能说的秘密 答案肯定或回答 看情况的外商多达64.5% 跟上市贵企业的61.8% 与未上市企业的63% 其实相去不远显示不聘雇 中高龄的潜规则属于普遍现象 从国发会数据来看 2021年日本65岁以上 高龄人口楼餐率为25.3% 新加坡32.9% 韩国36.3% 都远高于台湾的9.2% 高龄者就业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台湾大概从2018年到2025年 大概7年的时间 就要从高龄走到超高龄 是全世界第一名 可是日本11年才走到 韩国更长 所以相对的人家 有更长的时间去因应 像现在日本的修法 它就从延后退休 从65到70 那像在韩国 它有所谓的帮助中高龄 重返职场的这种 50plus的培训中心 所以相对都比台湾 跑得更早 既然你虽然65岁以上 能够续留职场 可是你在劳基法里面 又有一个强制退休 这两个之间 不管是从政策的理念 或者从法理上来讲 都有抵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再加上现在劳动力不足 那开发潜在劳动力 包含中高龄高龄者的 这个劳动力 我想这个是事在必行 学者指出 台湾2020年 推出中高龄者 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 鼓励企业 续用中高龄劳工 不过劳基法却年龄歧视 强制劳工65岁退休 导致不少中高龄者 黯然离开职场 学者认为 在人口老化又缺工的时代 取消退休年龄限制 或延后退休年龄的修法 已刻不容患 过去很多劳工是因为 他们的收入不错 支出也不错 所以他可以早点离开职场 未来的劳工大概没办法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延后强制退休年龄 我想像目前对劳工来讲 对大多数的劳工来讲 他是有利的 因为他不是说 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退休 而是雇主只能到了那个年纪 才能强制我退休 那像批发零售业或餐饮业 一直还是期待年轻人 可是相对你的国境解封之后 你的大缺空状况之下 你如果再不拥抱中高龄 真的是无人可用 职场专家乐观预期 由于中高龄可补足人力缺口 将有越来越多企业 降低禁用门槛 不过对引法劳工不友善的法规 也必须与时俱进 才能创造无灵化友善职场 TV别新闻 钟德荣代元利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